就是我們面對不確定 這個在歷史上早就看到了 我剛剛已經講了 沒有工業革命之前 氣候變遷對於人的影響確定很大 在中國的歷史裡面 天災是可以改變的 你要看從夏朝開始 中國夏朝 商代、秦代、西漢、東漢 各位如果你去看歷史 每一個朝代的派到末年的時候 都是天災 接著很多 剛開始還是什麼 這個前面的紀錄比較少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地震 地震有多嚴重 你可以看到 一次大地震可以依落節 什麼叫依落節 依和落水 沒有水啦 地震這三種路啦 對不對 台灣的土石流 你就知道是什麼結果啦 那中國大陸那不用講 可是再下去你可以看到 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跟天氣有關的 請知道末年水災 死了多少人 西漢以後 從原地開始就是年年年年年年災火 東漢以後 因為天后的災後 通常就爆到瘟疫 跟著就是瘟疫 三國時系你可以看到現在的紀錄裡面 旱災六十次 水災五十六次 風災五十四次 地震五十三次 幾乎王朝要滅亡 就是天災 先是天災人 活不下去 那你國家又沒有 沒有能夠救濟的方案 人就只好到處搶 那換來大陸軍隊也鎮壓不住的時候 當然就犯朝代了 那為什麼犯朝代呢 因為人已經死了差不多了 災區裡面的人跑出來 災區的人也死了 外面的人也死了 糧食夠吃了 糧食夠吃了 就這樣 所以每一次戰爭天災完了 就是疾病 疾病完了戰爭 戰爭完了一個人口 嘟嘟嘟嘟就下來了 哦這個國家也穩定了 又開始了 又回頭了 所以整個地球現在面臨的 就是不確定的氣候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今年 格陵南已經跑出來了對不對 格陵南本來是全部都是冰 今年格陵南土地露出來 科學家已經告訴你 我們可以算 我們現在的科技知識非常的發達 當這些冰都融化的時候 隨便要上升 各位可知道 全世界有多少米粒的更粒 就是在 海邊嗎 把那些可根粒都淹掉了 人要吃什麼 這就是希望革命帶來的 不確定的 不確定的未來 希望帶來的不確定的都不太多 包括 多少人寫 柯仁 講半天 各位沒有看到 柯仁呢 這邊寫的是說 他測了 這麼多人 然後三米是假的 然後寫 另外一個報紙 寫到 五十九個人 就用他小數字吧 用小數字來看 他也是 遠高的一百萬 只有一個 百萬是一個風險 但是 蘇聯 加美國 加中國 加起來的核武器 有多少 他沒有核武器在那邊 揮持什麼 各位 一個 一個失控的電場 雖然是失控了 畢竟還是 盡力的在控制他 你知道發生核子戰爭 是完全沒辦法控制 廣島的原子彈 基本上很小 到最後 核害是二十萬 各位 如果今天 很多人沒有看到這個 美國現在不是都在做 反倒 你俄國 或是中國 對我發生一顆 飛彈上面有核子彈頭 在半空中 也把你關起來 你們知道這個 地球的氣象結構嗎 我們要噴射 中國如果發射 一顆飛彈 上面有原子彈 美國去打 如果正好能量相當 原子彈 如果是在 高空爆炸 那個 附射層 非常快就 擴散到全球 日本人 當時就是 發現了那個 平流城了以後 所以在 戰爭的末期 他 發狂了 他做那個高空氣球 想說我飛機飛不到 就讓你美國本土 我用高空氣球 利用 那個噴射裏 然後可以到美國 給你下彈 成功不成功 成功 但是美國把所有的消息都封鎖 不讓他知道 所以 搞了一兩年以後 日本人覺得 好像是失敗了 其實美國把所有的消息都封鎖 從日本 把高空氣球滲上去 上面放個燃燒彈 然後幾個鐘頭以後 就到美國了 然後就從美國掉下來 掉在森林 就引起森林大火 現在 原子彈 如果是在平流城爆炸 美國現在是環島 中國也在環島 俄國也在環島 這些政治人物在想 所以 我們現在 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是處在一個 不知道我們怎麼死的狀態 你不知道是天氣會讓我們過不去 還是這些政治家 軍事學家 會讓我們過不去 不曉得 但是 我們確實知道是 經濟活動就讓我們過不去 所以李嘉童 他在以色列講 他就提出了一個 他說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 他提出了九項 我非常贊成他這個說法 所以把他列出來 第一個 道德已經不是我的重子 現在還有人管道德嗎 什麼叫道德 不知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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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